《黄昏三标课》 意大利语 I.L. Buono I.L. Broto I.L. Cat Tivo 英语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Agri 为意大利导演赛基欧 梁尼于1966年制作的西部片标课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以美国南北战争为时代背景 本片的意大利语和英语版片名义为好人 坏人 小人 分别代表本片的三名主角 本片讲述的是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南方政府摆藏了一批黄金 这个消息恰好被三名主角知道了 然而 他们每个人只知道关于埋藏地点的一部分讯息 因此既要合作 又要提防对方不吞财产 剧情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比尔 卡森偷走并隐藏了南部联盟价值20万美元的黄金 一名昵称为天使眼的雇佣兵 审问了一名名叫史提芬的前南部联盟兵士有关黄金的事 史提芬给了他一笔钱 要求他杀掉贝克 也就是天使眼的雇主 天使眼枪毙了他 并拿走了钱回到贝克身边 天使眼当然没有忘记他和史提芬之间的协议 他杀死了贝克 千里以外 三名赏金猎人捕捉了一名来自墨西哥的土匪 名叫图科 后来又被一名叫金发仔的独兴侠拯救 金发仔把图科带到警方那里领取赏金 正当图科要被绞死时 金发仔使用一把长枪射断了脚锁 两人骑着马逃之夭夭 他们分掉了赏金 然后再进行同样的行动 但金发仔觉得 图科的赏金始终还是太少了 所以决定 把他流放到荒无人烟的沙漠中 怒气冲天的图科在沙漠中生存了下来 打算报仇血恨 他跟踪金发仔到一个被南部联盟遗弃的小镇 并再次出现在他眼前 逼金发仔上吊自杀 就在这个时候 和中国军队炮轰了小镇 导致金发仔有机会逃走 图科千辛万苦地寻找着他 找到金发仔后 图科打算进行报复 在图科的强迫下 金发仔穿越在炎热干燥的沙漠里 没有水源和遮阳 终于在太阳的照射下脱水 正当图科要杀死金发仔时 他看见了一辆无人驾驶的马车 他好奇地看了一看车内的状况 眼前有些已死亡的兵士 还有奄奄一息的比尔卡森 他打算用它藏在伤心坡公物的黄金 和图科交换水源 图科迅速地把水拿来 但卡森就先走一步而死 临死前 他告诉了金发仔墓主的名字 这让图科和金发仔产生了关系 踏儿后 把金发仔带到边缘地带的公使馆 以获得医疗 金发仔痊愈后 他与图科穿着南部联盟的制服上路 路途中被合众国士兵捕捉 然后被换押后审 点名时 图科以比尔卡森的名字回应 引起了伪装成合众国警所的天使眼的注意 他拷问图科 逼他说出黄金的位置 尽管图科说出了公墓的名字 但是墓主的名字只有金发仔知晓 天使眼只好和金发仔结伴 两人和天使眼的同伙便出发到黄金的所在地 图科在火车里等着被处刑 但成功逃过一劫 金发仔和天使眼以及他的同伙来到一座城市 逃亡到这里的图科在一家破烂不堪的酒店里洗澡 又一名赏金猎人自己找上门来 图科二话不说 射死了他 金发仔听到了枪声 通过调查发现了图科再次合作 并杀掉了天使眼的手下 这时候天使眼已经不见踪影 金发仔和图科出发到了伤心坡 路途上被合众国和南部联盟阻挡 两方各聚一方 他们把炸药安装在桥梁上 图科建议互相分享出有关宝藏的资讯 万一他们当中其中一个人死后 另一个还能继续寻宝 图科说出了公墓的名字 金发仔则说出墓主的名字 即奥奇斯丹顿 桥梁爆炸后 军队开始疏散 而图科则偷了一匹马 打算把黄金占为己有 他来到公墓后 就在金发仔所说的坟墓前面挖土找宝藏 他身旁突然出现一把铁铲 转身看到金发仔 不久后 两人又看见天使眼手里握着一把左轮手枪 逼他们挖出宝藏 金发仔挖开坟墓 另外两人发现 里面竟然只有一副骸骨 他自己承认骗了图科 三人陷入僵局 打算以决斗来争取胜利 三位主角互站在公墓的中心点 各自站好位置 而后开枪 金发仔射死了天使眼 此时的图科才发现 他的枪弹早在晚上被金发仔卸掉 金发仔告诉他 黄金的所在地就在奥奇斯丹顿坟墓的旁边 欣喜若狂的图科找到宝藏后 看见金发仔握枪对着自己 并被强迫把自己挂在脚锁上 如之前一样 金发仔把黄金分掉 而后骑着马消失在地平线上 图科高声喊叫 祈求宽恕 金发仔在这时候 又用长枪射断了他的脚锁 图科的手仍然被绳子绑着 他暴跳如雷 不断地骤马 但金发仔仍然把图科的那一份黄金分给他 之后金发仔骑驻马 扬长而去 谢谢收看您的鼓励我的动力 请点赞转发订阅